我们整年蹲点持续记录 30个家庭与我们血脉相连 讲述脱贫的鲜活案例 倾听幕后的感人故事 《我的攻坚日记》 揭开不为人知的真实经历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康乐 这里是《我的攻坚日记》 今天我们和《何乐村里何乐市》 系列片的导演魏春桥 继续来聊一聊 《黑龙江省败全县何乐村》的脱贫故事 魏导你好 主持人你好 那么今天我们还是要讲述 我们的扶贫对象孙永斌家的故事 我们先来通过小片了解一下 孙永斌家吧 那个啊 三千只大鹅 孙永斌联系了齊永光 决定放弃养殖大鹅 刚才孙永斌给我发消息 说大鹅不养了 他回去算一下账 又觉得不合适 按照合同走 现在就得赔钱 你好 齐书记 你能和副画场协商一下 鹅除不来这么早 麻烦齐书记帮我想个万全之策 这个养鹅的事你反悔了 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第一 严重影响您致富的进场 第二 你没有契约精神 你把你的诚信丢失 实际诚信这点我觉得 也比我那个 我要养到 养到最后 没剩多少 我热培路气要我也比那强 我们看孙永斌的那个状态 就是我宁愿失去自己的信用 反正我就是不养了 那么住村工作队 其实对于他弃养大鹅这个事 一直是非常头疼的 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呢 去年咱们推这个消费扶贫的政策 然后当时这个住村工作队 就决定在村里边 开始搞这个消费扶贫 当时他们的做法就是 弄一些鹅除来 给老百姓来养 实际上当时已经就是说 虽然没有明确说 这个鹅除是免费的 但是是叫说是 不先机往老百姓叫这个鹅苗钱 就是说在你鹅涨成的时候 回收的时候 你再给我这个鹅苗钱 也就是赚了钱 你再把当时鹅除的那个钱 给扣一部分 对 其实是这么一个过程 住村扶贫工作队他们 走访了两个大鹅养殖孵化场 了解到大鹅全身上下都是宝 决定今年养殖大鹅 来帮助村民走出贫困 当时村民知道这个事的时候 他很兴奋 然后呢 他就报名 他一次报了三千只 整个合了村呢 才是五千多只 五千多一点 孙永明当时为了养这三千只鹅 做了很多准备 我们也都拍到了 比如呢 他去败权隔壁的一个县 叫伊安县 伊安县是个大鹅之乡 他就伊安县专门去考察这个鹅 看看怎么养 按理说 他已经做了万全的准备 你看又是考察 又是做各种各样的准备工作 为什么突然之间就要弃养了呢 他其实做的工作特别多 他不仅是考察 他整理他家的鹅圈 把地什么都留出来了 他做了大量的工作 给他打电话 我说你为什么不养这个鹅 然后他就给我算账 因为他喜欢算账 所以卖鱼米的时候 咱们就赶上他的算 他说如果我两口子出去打工 我一个月在外面能拿到五千块钱 然后我两人加起来是一万 大约我用四到五个月的时间来养额 那好 我这四到五个月 我只能挣到四到五万块钱 如果还要 我就出师出喝 我这四五个月 我也是有一个四万块钱保底的收入 但是我养额呢 我说你养额挣得更多 你要是三千之额 你都养下来 我们一算 你能挣二十万呢 他说 他说你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算法 我这三千之额 我能保证全活吗 他说问我你能保证全活吗 那谁也保证不了 他想的挺有道理的 其实 他说如果我剩一半 是多少钱 如果我全死了 那剩多少钱 从他这角度一算 我觉得也没办法 他有他的道理 然后他就跟 那个朱森复平的第一书记 请问我 发了一个很长的一条信息 意思就是他不养了 坚决不养 面对这个情况 村里边几次做他工作 他最后也是坚持不养 没办法 他想法定了 别人 你没有办法左右他的想法 他本来他的计划是 出去打工的 但是后来呢 由于咱们有些疫情 发生了一些变化 然后他回过头来一想 那他就没有办法了 然后他回过头来又去养额 气养了 然后又决定又要养 又要养 开一个简单的培训会 为了让村民们了解更多的养额知识 齐永光特地邀请了省农科院的专家 举办了养额培训专题讲座 孙永冰看到村民们热情高涨 看到村民的鹅养得很好 陷入了沉思 所以看村里头 村里养得还行 那一律是大消了 就是自己的少养点儿 最终 孙永冰和余淑红还是决定了养额 鹅养起来了 在卖鹅的这个过程当中 有发生什么故事吗 他这个卖鹅的故事 简直就太多了 孙永冰首先 他让他妻子余忽红 就找到工作队了 他说 你的想法把我这鹅给卖掉 这孙永冰 买鹅也找工作队 卖鹅还来找工作队 这是鹅上工作队了 住村复兵工作队在村里边 有的时候就像一个大保姆 就是老百姓家有点什么事都找到 所以工作队确实 这个工作的复杂程度 真的是非常的复杂 难度很高 就特别琐碎 然后结果余淑红就找到工作队了 他说我要卖鹅 工作队确确实实 也帮这个孙永冰家卖了很多鹅 通过什么途径呢 就是自己的亲亲朋友 爱要不要 反正就是竭力推销 就是这样一个办法 然后帮他们把这鹅给卖出去 那你们是怎么帮他卖鹅的呢 我们设置组的小伙伴们 基本上每家都会有一些鹅 然后我们很多人家 很多亲朋好友家 午饭呢 晚饭呢 都会吃到鹅肉 这个孙永冰养鹅 咱们北京的设置组的 亲朋好友们家家户户 天天吃铁锅炖大鹅 但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肖鹿对于他们来说 其实也是搞养殖之前 应该去思考的一个 非常关键的一步 有一次我们拍到一个细节 他家鹅刚刚那个杀掉之后 准备卖鹅 虞永冲带着这个账本 到那个 当时庆光说我可以帮你卖 你给我一个价格 我帮你销掉一部分 因为大家都有个亲朋好友 帮你卖掉一部分 然后虞永冲就带了一个账本 到村里边找庆光 意思就是要商量一个定价 结果 如果我们给庆光 拿回来的账本里边 结果记录了个数字 连我们拍摄的人 看着就有点不好意思 你们是想卖什么价 不赔就得了 今年价 就是不赔就行了 就是从开始 去买东西我就记上 因为我现在就有个数 买一笔都记上 像碎料纸啥我就没记了 我都忘记了 在这些料盘上 用那些玉米 用多少 咱得有个数 那得有个新的 这个厂地费还有吗 厂地费在挑逐一年 嗯 租的 现在就是今年的料盘盘盘盘 就是能平出这个坑就得了 就不值得说挣多少钱的 咱们工钱也不是说 就当那家那个 啥没干的就当呆着了 肯定赔不了 我看准计那个笔记 我能看出来 都是一次写 赔不了 中间你还撕了好多 赔不了 卖额这个事情嘛 老齐说这个经历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他大约有三到四个月这段时间 他额才消掉 我能感受到孙女阿爷在这个世上 他确实有收获了 不说是钱的收获 他是真正收获了一份诚信 最后就是我们拍摄也是快结束的时候 跟他沟通过的时候 秀明说的确确实实 就这个事给他这个触动很大 对于他来说 现在学会了讲契约精神 也知道了诚信的重要性 就是说扶贫扶质嘛 这个质就是一个志气嘛 我觉得诚信应该是志气 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我感觉这个 有的时候这个甚至说 比他顺顺顿顿顿的把额卖掉 收获更大 好在呢 这个大额卖出去了啊 其实说实话挺能理解他们的 因为他们的这种算计 有的时候可能是长期的贫困 带给他们的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啊 对 确实是这样 因为他们这个生活境遇决定的 将您说到这个观点的时候 我就想到我们的一个故事 一个小故事 就是关于他老爷子身体的一个故事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个小片 我们也剪了一个小片 2020年元旦刚过 孙龙老爷子的咳喘变得严重了 孙永斌将老人送往县里的医院 进行治疗 来 把筷子带一下啊 来不来呀 好 别动 看这个墙子来看啊 你就是一个曼芝 有这个飞气作物 给你这个写上点药 就是接着长期吃这段时间药 我们定期给你来一个故事 好不好 好 药物这块呢 展示人家吃点这个非尼克利了 吃点阿斯美 关节气管兴卵的 我们得吃点甘草片和谈 又谈起来咳出来 甘草片不用 甘草片加油 因为经济紧张 老人并没有住院治疗 而是选择了 他一些药回家 老爷子其实看起来挺硬朗的 但是身体确实不太好 他病了大概多长时间了 平时是什么样的反应 他是一个慢性病 就是有一个长期的这个壳 然后我注意到他家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 就是老爷子手里 永远不离一个茶叶罐 铁茶叶罐 里面垫了一层保鲜膜 然后他每天基本上都在咳 然后往那个茶叶罐里面涂毯 然后涂完之后 都是孙宇明的妻子 或者孙宇明本人帮他亲密 就是这一点说实话 就中国语古话叫 不太恰动的一句古话叫 酒兵创仙虎孝子 在他们家 真的是没看出来这一点 我感觉这一家人 就起码这个传统的这个 这一块让我特别特别敬佩 后来 结果这个老爷子 这样一个身体状况下 他们这次检查案之后 大夫当时让他们住院 但是他们后来 就是不想住院 不想住院 在回家的这个车里边 我问那个孙宏明 我说你为什么不让你父亲住院 完了他特别感慨 他说 因为我们虽然按照这个 贫困户 有一些报销政策 有各种政策 但是住院你还得 你得在医院吃饭吧 这个吃饭就要花钱 他从这个角度来说 他就可能他觉得这个 对他 他手边当时没有现金嘛 因为他算了一下 他吃饭也花掉一千多块钱 一千五六百块钱 然后他算了一下 他就没有那么多现金 他没办法 只能把这老爷子给带回家 就孙永斌和媳妇 虽然很孝顺 但是算了算账 觉得好像 还是拉回家比较好 那老爷子呢 老爷子也这么想吗 老爷子也不想住院吗 这就是这个老人的伟大之处 他当时他就没有任何犹豫 因为他们知道 自己家的经济条件 经济状况 然后他们就回去了 后来他们又有了现金 然后他们就想 拿这个钱 给老爷子去 再次上机院看病的时候 老爷子这一次就 轻描淡写地就拒绝了 因为当时我在拍摄现场 因为老爷子说得特别淡 因为我其实在拍摄现场 我没以为他们会说住院的事 那时候他们家是在 在吃早饭 卖掉猪肉有了现金 孙永斌和余淑红决定 送老人去医院 或许对于孙龙老人来说 孩子上学 春庚都比看病要重要一点 就当时我看这一幕 我就一下想起来 就是日本电影那个友山解考 那友山解考里边有一个老太太 就是她过了六十了 就是按照那个村子那个分俗 就京城长平的那部电影 按照这个村子分俗 到六十之后的老人 我就必须给她弃掉 弃到这个山上 那个老太太到六十岁的时候 六十岁的时候 身体还特别好 对 因为六十岁身体特别好 然后她儿子就不忍心 把她给抛弃掉 然后老太太 结果就用各种方式自残 因为她的牙特别好 牙口特别 六十岁有一口特别漂亮的牙 然后她就用这个 砖头把自己的牙敲掉 然后后来她儿子 就一步一步地 把这老人背上山 我当时一下子 就把这个孙龙这个老爷子 和这个友善机口里边的老人 就直接就联系在一起了 所以实际上老人 不愿意去看病 还是替自己的儿女再考虑 她给自己的儿女添麻烦 对 她就是 其实这是另外一种伟大 她真正地想到 我这个家里边 需要用钱的地方还很多 然后她觉着自己 这个时候可能 并没有那么大的作用 那么我这个身体 相对于其他来说 就不是那么重要 但是后来我们 经过这个将近一年的拍摄下来 我们也非常非常高兴地看到 就是随着他们家 经济条件的好转 老爷子这个 对自己身体的重视程度 也跟以前也不一样了 吃的药啊 用的一些这个 止咳的一些医疗器械 一点一点也往家买了 这个确实也是让人看到 他们对自己生命的一个重视 其实在看整个 和乐村的和乐市 这一系列的纪录片的时候 除了对老爷子的身体状况 会比较关注 另外一个 大家可能很关注的就是 孙永斌的二女儿 中考的这个故事 因为我们知道 教育对于扶贫来说 是多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么他们一家人 对于女儿的教育 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就是我通过他大女儿的事情 我能判断出来 孙永斌是对女儿的教育 是就是非常敢于投入 舍得投入的 因为大女儿上了一个明漫的大学 对于掏空了她的全部家里 学费是多少钱 她四年是十千万左右 等到她和二女儿的时候 她就有点变了 可能也是基于这个经济状况 做出的一个判断 当时呢她二女儿中考前夕 她跟工作队谈 跟我们谈 她说她想把她二女儿 送去上那个职高 就是拜学线有那种职高 职高呢有一些什么专业呢 就比如说像一些 有一些美容美发呀 就是这些专业其实就业也很好 当地有些人家孩子就去了 去上 上的时候工作也很好找 然后孙永斌就有点心动了 职高应该学费是免费的 对学费是免费的 然后工作也好找 然后孙永斌就行动了 就觉得这样能够解决她 女儿的这个入学问题 就是包括下一步的 这个工作问题 听了父亲的建议 担心家里经济状况的孙永 来到了职高 询问专业和学费问题 但是她女儿还不愿意 她女儿就跟她爸谈 她想上高中 当时孙永斌就说 如果你要是真的能考上高中 你也可以 你就去上 如果你要是考不上高中 你就去职高了 结果她女儿后来考上高中了 考上拜全四中 拜全四中还是一个挺不错的高中 因为我们就知道她两天要发榜 我们就去了 结果我们在她家 我就看到她女儿 知道自己上了这个四中之后 那种兴奋状态 兴奋的就不行了 哎 隋悦啊 嗯 我是老师 嗯 老师好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 你已经被四中录取了 真的 嗯 真的 开心不 开心 老开心了 开心 你怎么那么坏呢 因为她知道 她一旦上了这个四中之后 她人生的路就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她下一步 她就可能会上大学 可能像她姐姐一样 上一个老婆山 上一个民邦大学 她就完完全全 就会走出拜全这个县城 甚至走出贫困的一个土地 她有很多很多种发展可能 要不然的话 她就能可以 像她看到的 她的那些同学那样的 然后去学一些 基本的技能 然后就早上就业 就整个人生 就完全就不一样了 其实对于孙永斌来说 她之所以这么正常 还会是贫困户 可能就是因为 她的眼界不够宽 看得不够远 才会导致她贫困的 这样一个现状 那女儿考出去了 是不是就意味着 会有更好的未来 那是肯定的 她眼界就不一样了 她会从这个农村走出去 她不管将来做什么工作 我想她心里面 都会惦记着这个家乡 而且当一个村子 所有的人都具备了一个 比较宽阔眼界的时候 她这个村就会不一样 就整个这个县 甚至整个地区 就会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所以我觉得她这个女儿 最后上高中 能够走出去 假如真的是能够到 有一天说 能走到特别特别大的一个世界上 一个舞台上的时候 那真的会对这个 和乐村对败权 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实际上教育抚贫 也是我们国家脱贫攻坚的 一项非常重要的政策 而且读书真的是能够改变命运的 我们也是希望 电视机前的很多观众朋友们 能够通过我们的攻坚日记 看到教育 对于大家生活的切切实实的改变 能够支持自己的孩子 出去读书 长见识 看到更大的世界 其实魏导你们也在当地 过了一个年 对吧 对 常常实实过了一个春节 过年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 意义确实不一样 它寄托了很多你对于 未来一年的美好的向往 那么在过年的这个过程当中 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 特别深刻的事 买年货呀 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 因为我想买年货可能对于 我们既然拍过年嘛 我想不想缺掉一个环节 然后我就跟那个孙零明 他们沟通好几次 我说你什么时候上去买年货 你告诉我一下 结果他说不着急 不知道我不着急 一直最后拖到 就是除夕的前一天 我就特别奇怪 我说你为什么拖得这么晚 他后来去往真理的路上 他告诉我说 他说因为除夕前一天 东西卖不掉 他可能会便宜 我当时就有点小坏 我就特意逗了他一下 我说你想过没有 大家可能意识到你除夕前一天 不得不买给你涨价呢 然后他就拥手得不得了 这个设计成了一个性命 他到镇子里面一定比价 比完之后特地告诉我 他说没有 你看这个价格比昨天要便宜 确实是便宜了 确实是便宜 然后当时是他买鞭炮 买了个灯笼 那应该是他花的最大鱼钱 花了600多块钱 这应该是他花的 不过这个时候 他整个 因为经历这个春节嘛 他们由于卖额呀 日子已经很好过了 所以他也舍得花这个钱 跟那开始我们看到 孙永斌的那种 特别黯淡的那种形象 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反差和对比 就是从他的眼神当中 从他的精神面貌上面 感觉出来了 真的是摆脱了贫困之后 大家的精气神不一样 变化很大很大 他在除夕那个晚上 他跟我讲了他的好多想法 但有些想法 我觉得特别不切实际 我虽然觉得他不切实际 但我替他高兴 他说他要种海棠 我觉得那根本就不切实际的事情嘛 但是我真是提到高兴 因为他有想法了 因为对于东北农民来说 一旦意识到 调整自己种植结构的 这个能够自己带来获益的 这个信息之后 他的日子就会好起来 因为他土地 是他们最大的一个资源 他有那么多的地 因为你想啊 对于孙永斌来说 他学会了诚信的重要性 什么是契约精神 同时他知道了 我在开展一项事业之前 我得知道我这个鹅往哪卖 销路在哪 那么知道了这些事之后 他怎么能不脱贫呢 他怎么能不致富呢 是吧 对 我们用一个非常温暖的结尾 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吧 我们来看一看春节是什么样的 春节来临 孙永斌和女儿们早早地起床 一起挂灯笼贴春帘 迎接春节的喜悦 一家人为了照全家福 也穿起了新衣服 梳妆打扮起来 每个人的脸上 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也期盼着美好的新年 回顾过往的一年光阴 似乎没有什么佳肴比一顿铁锅顿鹅 更能表达这一年的经历 脱贫后 孙永斌也在思考 之后是否养牛的计划 丰收年景 让村里每个人都洋溢着幸福与喜悦 乡村振兴的路上 人们也对自己的家乡 有了更多的期待 一年多的记录 四百多天的拍摄 扎扎实实地展现了孙永斌一家 和和乐村从艰难到幸福的变化 我们真的替他们感到高兴 下一期 我们将和卫岛再次走进村里 感受和乐村百姓们脱贫路上的酸甜苦辣 明天同一时间 欢迎您继续关注我的攻坚日记